现在小孩长成了不要父母了 你看看年轻人 结婚的时候 不愿意跟父母住在一起 这正常的了 这个推动传统文化 这个观很不容易破 人不知道爱其亲 故人孽狱里都有所谓 家里都有老人 是家中之宝 尊重老人的经验 老人毕竟他走过一生 他的经验比我们丰富 科学技术不如我们 人生的体验 他比我们丰富太多 我们您这古老东西统统不要 一切创新 新的东西没有经过考验 常常出毛病 世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看穿了 看清楚了 很简单 肝 就是把父母跟老师丢掉了 父母 生我养我 是应该的 他为什么要生我 我长大了 不养活他们是一个应该的 现代人的思维 老师就跟我别说了 老师学校是学店 我交了学费来学东西 老师翻卖知识 我付了钱 我学到的东西 你跟我为什么恩德 没有这种义务来报答的 现在这么观念 这个观念 根深蒂固 你给他解释 讲不通 可是 智慧 决定是在 孝勤尊私里头来的 你要想求真智慧 他走老路 走新路 求知识 不能求智慧 这是老实话 求知识 行 不孝父母 不敬寺掌 可以 求亲近平等约 要从孝勤尊私 忍无地心 不平地心 你不想离开 你认为这是很正常的 那就没法子了 今天困难在哪里 就在这 我们清清楚楚 我们努力在做 做得还不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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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